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,伊朗军方一位官员25日表示,伊朗准备部署秘密武器,对付美国军舰。 此前,在伊朗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系,日益紧张之际,美国五角大楼向波斯湾派遣了三艘虚逐舰。 伊朗军事指挥部顾问穆尔蒂扎库巴尼将军直言不讳的警告称,如果华盛顿方面,做出最轻微的愚蠢行为,我们将把他们的这些军舰,以及上面的舰员,一起送到海底。 他承诺,伊朗将使用两枚导弹,或两种新的秘密武器,但他没有具体说明,它指的是什么行别的秘密武器。 这位顾问指出,美国人应该知道在采取军事方案的情况下,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 库巴尼强调说,伊朗人将竭尽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挑衅行为。 早些时候,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三艘导弹驱逐舰。 分别是麦克福尔号、钢萨雷斯号和梅菲号。 最后一艘军舰,于本周穿过霍尔木兹海峡。 这三艘驱逐舰,加入了亚伯拉哈林肯号航母战斗群。 自5月初以来,该航母战斗群一直在波斯湾附近的阿曼海岸巡航。 与此同时,为了在美军切断伊朗海上石油运输线之前, 让伊朗生产的石油有比较大的出口量,并弥补经济制裁的损失。 伊朗开始执行一个庞大的石油路上运输计划。 这个计划包括动用大量油罐车, 甚至十多万辆摩托大军将伊朗生产的石油, 通过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路上石油运输通道, 进行货物和贸易进出口。 据了解,这些来自叙利亚、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亲伊朗民兵组织, 在长达780千米的运输线路上进行驻一个路桥计划。 这个计划将伊朗出口的石油和进口的货物通过卡车车队进行转运, 并通过分布在叙利亚、黎巴嫩和伊拉克三国的亲伊朗民兵进行沿途护送。 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的卫星图像显示,伊朗还通过这些路上通道, 对上述翻国的亲伊朗民兵进行装备更新和补给。 为了封堵伊朗的路上分散石油转运计划, 美军在伊朗水域附近进行军事集结的同时。 美国五角大楼还宣布,计划向与伊朗接壤的伊拉克,增派大约1500名士兵。 5月24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,随住与德黑兰紧张局势的升级。 美国向中东增派1500名士兵。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认为, 此举是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威胁。 虽然库巴尼将军没有提供有关他提及的武器的细节。 但最近几个月,伊朗一直在展示其最新的军舰和潜艇,以及海军火力。 今年2月份,德黑兰公布并成功测试了最新的霍威伊泽Holvisn远端巡航导弹。 射程据称超过了1350公里。 同月,德黑兰举行了大规模的VELAYAT-97海军演习。 演习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,到印度洋北部。 演习期间,一艘卡比尔格蒂尔,即小型潜艇,首次发射了一枚反舰巡航导弹。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,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,并重新对德黑兰实施制裁后,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急剧热化。 包括华盛顿欧洲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,谴责了美国的这一做法。 与此同时,在美国,数十名退休的高阶军事官员和外交官,给特朗普写了一封公开信。 敦促他放弃棍棒方式,开始与伊朗进行真正的谈判。 这些军官和外交官警告说,如果不这样做,美国不仅有可能使中东局势恶化, 还可能陷入以巨大的台力、人力和地缘政治为代价的武装冲突中。